欢迎收看今天的新唐人财经新闻 我是沈文童 下来看到美股前一个交易日涨多跌少 特斯拉猜测尤其亮眼之下 带动股价大幅走高 不过科技类股表现不一 台股周五指数呈现开高走低 台积电收在一千零六十五元 涨幅百分之零点四七 而整体加均指数中厂是收在两万三千三百四十八点四五点 三大法人买超一百八十亿元 而总计本周台股震荡下跌一百三十八点 好 但你看到国内新宇航空成功挂牌 写下IPO市场多项新记录 上市首日收盘价涨幅就超过百分之五十三 董事长张国伟表示 新宇航空一路走来风风雨雨 但不畏艰难 也说明接下来公司的下一步计划 新宇航空迎来正式挂牌上市 挂牌价每股二十元 早盘以二十五点九五元开出 蜜月行情火热 以三十点七五元作收 涨幅超过百分之五十三 即便上市当天遇上风雨 董事长张国伟笑称 如同新宇一路走来一样 一路走来风风雨就像外面的风雨一样 可是我们一直都不会艰难 我们刚才是不会艰难的从外面 就这样走进来了 所以代表今天的这个写照 就代表我们一路的进程 虽然沿路风雨交加 我们还是屹立不了 然后面不改色的 这个非常不要脸的就走进来了 这个代表我们台湾人的任性 新宇航空成功挂牌 写下IPO市场多项记录 不仅是近十年上市公司资本额第一高 上市前近拍74.4亿刷新记录 公开申购受到青睐程度 前所未有 超过百万笔的申购 中签率只有百分之二点四八 就连粉丝都抱怨太难抢 至于这次很抱歉 因为其实我个人当初 也没有想到反应这么的热烈 所以我知道很多支持 我们新宇航空的这个同仁 没有办法有在这次机会有参与到 陆续还是会有很多这个争执的机会 那陆续的争执来讲 大家还是到时候还是会有机会 表示上市是新宇重要里程碑 张国伟透露下一阶段扩张计划 原有航点增搬下开设欧洲航线 预估将五架货机选择权 转为确认订单 以及初步还有十架 长城线飞机需求 并相当看好中转市场 现在因为供应员的问题 其实东南亚对美国的这个需求 比以往我觉得会更大 不管在货运或在客运部分 所以我们陆续的也开始会介入货运市场 所以我们初期已经有 在今年初已经签了五架的这个三五年货机 是否加入国际机队联盟 也是心与迷关心的事情 不过K董说联盟不是唯一策略 搞不好加入华航所在的天河联盟 或是长榮所属的星空联盟 但也未必非加入不可 留个悬念给外界猜想 星藤也太电视 林玉堂 曾新敏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好 继续来看到 南韩三星电子再度失去订单 Google旗下的Fixel系列智慧型手机 内建的客制化天色处理器 原本是委托三星电子代工 但传出改由台积电来制造 而最新消息更显示 这些委托台积电代工的处理器 是有望采取跟苹果iPhone 处理器相同的制程技术 也就是台积电主打的 三奈米等级N31制程代工 外媒彭博社报道 台积电负责美国分部 自身副总经理凯西迪 23号在一场网络直播 对听众表示 亚利桑那州厂区的晶片两绿 比台湾同级厂房高约4个百分点 而台积电可能有意进一步 扩大美国布局 部分取决于政府是否会提供更多补助 他说目前凤凰城厂区还有空间 可容纳至少6座晶圆厂 而对此台积电也声明表示 我们的第一座晶圆厂 于4月进入采用N4制程技术生产 而且成果非常令人满意 具备非常好的良率 而这是台积公司与客户的重要里程碑 展示台积公司强大的制造能力和执行力 不过近期市场传出 中国企业试图用间接的方式 以D3D取得台湾高阶晶片 我们请教制服产业趋势研究所 执行副总林伟志 怎么观察这起事件 似乎也凸显中国半导体产业 实际上面临难以突破的困境 事件是否将促使美国等国 提高对中国半导体的围堵力道 请教您看法 好的谢谢主持人 那我们的看法是目前就我们的观察 中国大陆这个地方 它的先进制程被限制的情况 其实是非常严重 那他们尽力用他们制程的方式 来突破这些process window 扩大process window 讓降低他們被限制這些先進機台 沒有先進半導體設備 沒有辦法拿到的困境 但是這其實是有限 所以大概目前碰到的 大概已經是他們的上限 已經是他們的瓶頸了 那所以在先進製程的晶片這一塊 他們還是非常的缺乏 那因此我不確定 是不是他們透過第三方來購買 但是台積電 我相信它是一個非常正直 而且守法的公司 所以就所有的清單的名單上面 不能出給的中系的公司 他們是會一五一十的follow 這是我非常相信的事情 那至於接下來美國的部分 可能會依據他們的政策 或者是策略整體的考量 勢必會有一個限縮的情況 那可能會要求台積電提供一些 像是客戶的背景的清單的調查 甚至美國還會再加強禁制令 或者是進一步的對洗 現在先進的封測的材料 或者是設備做限制 這都是有可能發生的 舅副總研判 因為時間點其實相當逼近 美國總統大選 當然不免外界是有些猜想 不過可以預料是否 美中在科技戰之間的禁止 可能會更加激烈 目前的態勢觀察起來 美國跟中國的競爭 其實不管是賀錦麗 或者是川普當選 這個競爭的態勢 是不會減少 只會繼續的增加的 所以在這態勢的情況下 那美國對中國的禁制令 越來越嚴格 其實也是意想得到的事情 那身為台灣身為全球最先進 唯一的能夠供應先進晶片的 以台積電來說 那勢必也會造成一些不小的衝擊 蘋果高階主管 喬魏克 25日發文預告 下週一早上起 將會是令人興奮的一週 將釋出與Mac系列相關的公告 雖然它並沒有具體說明 蘋果將推出哪些產品 不過早先的市場預測 這個時間點將會推出 首款搭載M4處理器的 Mac系列新品 受到財報優於預期的 利多激勵 電動車大廠特斯拉 週四股價大漲近22% 創下11年來最佳表現 執行長馬斯克財富 也增加超過260億美元 日元對美元近期急速貶值 一度貶迫153價位 日本財務大臣加藤盛信 在華府與美國財政部長葉文會晤後 對日元單邊快速的波動 發出警告 日元對美元匯價 週四收盤上漲0.61% 而日本央行行長直田河南暗示 下週的貨幣政策會議不會升息 南韓綜藝節目黑白大廚爆紅 也帶動商業效應 評審白中原旗下餐飲集團 The Born Korean即將正式IPO 可能籌集到840億韓元 約6100萬美元資金 The Born Korean公司的估值 高達4050億韓元 在全球總計約2700家餐廳 新唐人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 今天發布2024年第四季的 台灣經濟預測 確定可以達到3.96% 逼近4% 不過展望明年2025年 在基其因素以及AI成長 稍稍趨緩之下 明年台灣的經濟成長率 約3.03% 學者也提醒美國總統大選的最終結果 將影響台灣經濟 台灣成為全球AI最重要軍火庫 台積電股價持續站穩千元 國發會景氣燈號 更是持續開出熱絡的紅燈 中紀院預估 2024年台灣經濟成長率 上看3.96% 雖然還沒有到4% 可是其實是表現相當的不錯 那在這個裡面 其實最重要的大概就是整個AI的產業 全球總體經濟 2025年卻可能出現轉折 國際貨幣基金 IMF22號最新報告 明年全球經濟成長 從3.3%下調0.1% 百分點至3.2% 美國 中國 印度都是下修 台灣也被下調預測 中紀院預估 明年台灣經濟成長3.03% 較今年放緩 主因全球經濟走勢持平 台灣和美國的巴菲特指標 一般認為說超過200 可能就會過熱 現在的話 當然就是超過200的一個情況 就是反映說 台股或者是美股 應該居高斯文 可能就是需要再觀察 台灣的AI產業 我們預估還是會繼續成長 不過成長的幅度 應該是會慢慢的往下降 美國兩黨候選人 政策走向明顯不同 川普主張大幅降稅 青睞傳統能源 對外提高關稅 賀錦麗則傾向著重 綠色能源產業 並協助中小企業 國總統大選的結果 那它一定會影響到 我們的經濟 因為整個不論是利率政策 或者是說 整個美國的產業政策 一定會對台灣造成 非常大的影響 不過我想 有關於台灣在半導體的產業 到在AI的部分 應該會持續有這個動能 大選牽動全球經濟 中間院力挺台灣半導體 AI動能依舊能夠延續 新打電視胡聰漢 沈為彤 台灣台北報導 豪令家台灣經濟研究院 也發布景氣動向調查報告 數據顯示 9月份三大營業氣候測驗點 是持續下滑 而當中製造業的部分 是為94.82點 下滑1.73點 是連續四個月下跌 而服務業與營建業 則是連續三個月走落 不過報告指出 隨著美國歐洲央行 步入降息循環 有助於消費和投資 動能回升 而製造業廠商 對未來半年的景氣看法 相比上個月是有轉好跡象 好 但依靠今天的產業動態 中綱今年累計前三季 合併稅前淨利36.4億 年增98% 合併營收收入是2739.4億元 府貿遊經營權爭奪站百日化 比計下個月22號 在股東領事會全面改選董事 而目前董事以及讀董 被提名人的名單 就高達24人 明顯超額提名 聯鎖戰役集團 竹間集團宣布進軍日本 占大版開設新的燒肉品牌 開啟第二個海外市場 挑戰全球總電數突破200家 另外 歐盟目標在2027年 將探定價含概率達到85% 華爾街部長彭啟明坦言 要跟著國際趨勢走 可能會透過油價及電價 來反映成本 好 行券院長 朱榮泰25號赴苗栗視察 陶竹苗大矽谷推動方案 雲諾會解決未來科學園區的水電供應問題 同時也透露呢 未來臺灣五大區域均衡計畫 就是我們剛提到 行券院長朱榮泰來到苗栗 與縣長中東景一同視察 行券院九月通過陶竹苗大矽谷推動方案 當地可開發科學園區面積402公頃 可開發產業園區共1582公頃 以科學園區為中心 計畫以半導體AI串聯 中臺灣也要建構科技朗袋 與完整產業鏈 所以我們要來解決的就是水電跟交通的問題 這個才是對於未來整個大矽谷計畫 很根本的運作起來要順暢 所以深度的節能跟科技的儲能 另外還要加強電網韌性的強化 水電問題 中臺表示將從開源 節流 調度 備源 等四個方向改善 地理發展多元綠能 從地熱 氫能分頭進行 也要推動深度節能 儲能科技 可開也呼應均衡臺灣願景 表示北北極有基隆河河谷狼帶計畫 桃中苗有大溪谷計畫 中張頭有智慧計畫 余嘉南則有沙倫S狼帶計畫 並串聯到高屏 而花東則有慢經濟計畫 這是一個整套計畫弄起來 臺灣的地圖會跟現在不一樣 形狀也許一樣 但內容會更充實 所以賴總統一直在健康臺灣 跟軍人臺灣這個兩個理念之下 會設立創造很多 未來政策發展的目標 那這個我們都會逐步的來推動 中臺灣未來也肩負重要任務 中文太齊許桃州苗大溪谷計畫 在既有基礎上 連結世界與在地技術 形創能量 帶動園區全力進步 新唐人亞太電視 林秋霞高經人沈偉彤 臺灣苗栗報導 下期新聞重點 中國債務危機 地方債違約估計超過25兆 創下新高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新唐人財經新聞 帶靠今天的國際重要財經報紙訊息 首先看到彭博社報導 德國總理蕭茲與印度總理會面 承諾加強與印度貿易 遏制中國主導地位 《九時報》報導 美國批准理礦計畫 打破中國電動車礦物主導策略 華記日報通膨降溫 但美國人仍對物價感到憤怒 另外日本產經新聞 Ligting因為定向廣告 遭愛爾蘭資料保護委會罰款510億日元 好 但你關心 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市場違約率 已經飆升至歷史新高 而有分析師預估 整體規模是高達8000億美元 相當於新台幣25.6兆元 外媒彭博社報導 這導致那些認為債券 有國家隱性擔保的投資人陷入困境 而報導引述數據指出 今年前9個月已經有60個與城投債掛鉤的 非標準產品出現違約 或者是面臨還款風險 相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0% 成為從2019年以來的最高水準 好 繼續關注中國消息 在這國際金價持續上揚 中國黃金飾品的價格 今年也屡創新高 不過中國經濟下行 消費降級加上電商低價競爭 導致大量的金電倒閉 知名的品牌金電周大福就公告 近三個月在中國關閉了145家門市 香港知名珠寶品牌周大福 10月22號公告 7月1號至9月30號 銷售比去年同期下降21% 這三個月在中國關閉145家門市 金電老闆披露 中國經濟下行 各行各業生意都不好 包括品牌金電在內的很多門店 關門倒閉 生意都被報價更低的電商搶走 品牌金電賣不動貨了 關門倒閉 品電風景這麼貴 老百姓不買 網路創造出了這些 沒工費不正常的等級數位的 賣得便宜 咱們不像銀行 也不像品牌金電 他們利用稿 咱們是貼近盤價 沒工費 生意特別好 金電老闆表示 國內黃金報價一克是620元 品牌金電加上基本工費60元 和各種成本後 報價800元遠高於電商 所以生意一落千丈 深圳水備黃金批發市場 為中國黃金珠寶產業規模最大的製造加工中心 有近萬家黃金珠寶店家隨著網路直播賣貨興起 成為網紅聖地 因為金價飆漲很多店家倒閉 金電老闆分析 受人民幣超發 通貨膨脹 地緣緊張局勢和美國降溪等因素影響 金價看漲不斷刷新 歷史新高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雄斌中原採訪報導 大紀新聞重點 日後出國不退燒 旅遊電商連兩年營收創下新高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馬上回來 每年亞洲文化內容產製重頭戲 就在台灣TCCF創意內容大會 準備單位文策院走過五年 而今年國際規模是再創新高 除了華納兄弟投資 韓國娛樂大廠也紛紛來台灣成立影視基金 而這次論壇導師陣容 不僅有韓國王牌製作人羅匹滴 還有橫掃艾美獎 幕府將軍製作人 公川惠禮子 2024台灣文策院TCCF創意內容大會 規模再創新高 今年首度由松菸遺師南港展覽館 即將在十一月盛大登場 文策院董作蔡家俊直言 國際展商規模空前 韓國更是高度關注 台灣市場發展 文策院其實在 最近會跟韓國的CJ 即將要成為成立一個影視基金 那其實我們剛從府上回來 其實除了CJ之外 還有好幾個大型的娛樂集團 都跟我們在談類似的合作 韓國飲食市場產銷失衡 看準台灣發展積極注資 就連華納兄弟都來投資台灣 本屆TCCF創意內容大會 匯聚全球五十國六百件提案 一百零一個展位 十五場專業論壇 其中韓國王牌製作人羅英席 人稱羅匹滴 專場論壇票券 十分鐘全數秒殺 另外以幕府將軍 橫掃艾美獎的製作人之一 Erico Miyagawa 歐洲得獎無數的商業喜劇 《邋遢女郎》執行製片劉欣儀 杰克動畫公司Mower Film 執行長Martin Vallis 都來擔任培訓講師 大概有四分之以上 都是國際的相關的機構 TCF已經變成一個歐洲 美國亞洲一個重要產業 來這個交流交會的這樣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展會 TCCF創意內容大會 是每年亞洲文化內容產製大事 今年再度規模升級 國際產官學界相當期待 新唐人亞特電視 繼續來看到 台灣光是今年上半年的出境旅客人數 就高達826萬人 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68% 台灣旅遊電商平臺受益 持續推全球旅遊商品 今天 KKDAG透過公司數據指出 2022年營收已經超越疫情之前 2019年 而2024的前三季 對比去年營收同期成長了三成 在日本 韓國 香港 海外市場營收超過五成 連續兩年全球營收 續創的歷史新高 好 帶你看到下週有哪些重要的財經活動 首先 30 號 聯發科聯電舉辦法人說明會 同一天 微軟以及Meta公布財報 31 號 美商Apple和亞馬遜公布財報 以及同一天 美國公布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 以上是10 月25 號的新唐人財經新聞 感謝你的收看 我是沈偉彤 再會 ubsIsn't Robinson 中рий become your